专家让您信心满满 恢复苗条 瘦身只有唯一的热线 马上播 七千七 是你吧 你别岔开话题了 你今晚夜机 为什么要骗我是星期五才走 你怕提不到那笔钱 因为整件事都是假的 Kendy根本就没有病 是你骗她 说我十年前欠你五十万 是你叫她到医院吵的 还有 故意演一场戏 抓到向财务公司借钱 你根本是在利用 我们两个女人 你利用我们的感情 是不是 你说什么 看来有精神分裂 那个是你才对 那五十万是你硬要我收下来 我根本就不想要 我们才刚见面 你就说忘记不了我 觉得还是我最好 叫我在英国买个房子等你 一有假期你就过来找我 要我赔你 我不想要的 不过见你一个女人 怪可怜的 要是不收钱 我怕你会自杀 中嘴 我有你写的借据 是白纸黑字写的 说你有急事 要我借五十万给你 什么借据 我从来都没写过 我们都读过书 写几个字想冤枉我 你太天真了吧 林宝静 你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是曾经要骗我 是 就算我和十年前一样 你也和十年前一样 没一点进步 你的IQ灵弹 怎么当医生 你们全变态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打招呼了 要不要三拜九寇啊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八成那些家伙心里有愧啊 不敢见我们 不过阿邦他是你表哥啊 你这些 你烦不烦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反正回去也未必会见到 钱财是最亲的 珠宝发好了没有 果冠会被查到 你又有脑子 珠宝有记号的 去哪儿 机场 好的 喂 司机 你开我们去哪儿 我们要去机场 你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抢劫 我去告诉你啊 你不要乱来啊 抢劫我倒不会 我他妈的想揍你 喂 干什么 喂 喂 出来 喂 你们想干嘛 满勇私刑啊 喂 你们想干什么 满勇私刑啊 我报警啊 你还有胆子就报警吗 骗你人前早给下地狱了 就是啊 害得我们男人都没面子 你简直不是男人了 你怎么敢欺负我大姐 只有我和今天才能欺负她 不要打了 住手啊 你不要打了 你这个老公啊 不叫醒她不行的 连老太婆的手势 她也偷啊 你真是没良心的 就是 要不是见你刚刚生了小孩 是啊 也要你好看的 你们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啊 想怎么样啊 你别以为老太婆好欺负 手势啊 都在这里 给你们 你好 你点一点 我根本就不想要 你们不要伤害我儿子 在这儿 公齐了吧 啊 对了 全在这儿了 哼 好 大姐这个主意可真绝啊 一声不响能吓你一跳 人不可以貌相吗 不错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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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不要打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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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